一例一休強勢通過 勞基薪資明年起實施 想不到還沒正式上路 複雜的新規定 已經讓民眾好困擾 在我滿一年之前 我也沒辦法休那三天 對 然後如果說可以得到 如果要把那三天假 拿來去做額外的補助 我是希望還是可以 換一個 換薪水吧 砍七天假給特休假當補償 在今年1月1號到職者 滿一年可拿七天特休 但1月2號到職的人 明年元旦起因為還不滿一年 能拿到三天特休 卻要在工作滿一年前休完 這三天根本放不到 公司只能折現 心智亂象還不止這樣 變相的被壓縮吧 可是這次也是政府的政策 我們也沒有辦法 做任何的改變 根據心智規定 休假加班兩小時內 可拿本薪加上 一又三分之一被實薪 超過兩小時 時薪條為一又三分之二倍 但從第九個小時開始 雇主只需要給加班費 而以時薪150元的勞工為例 休假加班七小時 可領2700元 加班到八小時 本薪與加班費共400元 可領3100元 到第九個小時之後 卻不發本薪 只能拿250元的加班費 加班越久錢卻拿更少 一粒一休亂象不斷 民眾辛苦工作 假沒放到錢還變少 只能無奈接受 記者郭健揚 周視頻台北報導 總結處理 高貞 高貴 4 8 時 即 8